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也包括了皇子们的一些性知识 皇室家族最注重的就是开支散业 繁衍后代那些教了皇帝生理启蒙的女官们结局是怎么样的 宫中的官分类很多 女官有多种多样的 其中的一种女官 专门教皇帝生理启蒙的女官 更加侧重的是皇室家族的开支散业 这些女官 首先就得长得好看 长得客参的 那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女官 要不然皇帝都被吓到了 还怎么听你讲授知识 其此 要非常熟悉皇帝的作息规律 皇帝的作息规律 你都不知道 那还当什么皇帝的生理启蒙老师 他们也许是除了母亲以外 在婚前赔的时候最长的一批人了 如果说能被皇帝给看上 宠幸了 还能有个妃嫩杀的称号 那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毕竟 这些妃嫩的位置 不是说 想得到就能得到的 这些是荣华富贵 这些是名利的象征 还会有很多人 削尖的脑袋往里边钻呢 那要是皇帝不喜欢了呢 就会被发配到 各个宫里边去当代宫女的宫女头头 教心宫女们各种宫里边的规矩 教他们如何在宫中生存 如何在宫中服侍主子 很多人都羡慕 能在宫里边当差的人 有些各种荣誉 殊不知 他们每天都是把刀架在脖子上 小心翼翼的生活 很多女官在宫中的时间已倒 就会有立马拿钱走人 出去宫外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 嫁给想家的人 陪赖想陪的人的身边 从此过上了平平凡凡的日子 展开全文下边这一种怕是最惨的 因为他们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一不小心说话得罪了主子 便会挨板子挨打 更甚者 有的人被刺死 从此走向了人生的终点 有的人呢 遇上了好的主子 可能会让你就拿钱有人了 有的可能就让你从此在这世间消失 那些女官 命运各异 也许从此飞黄腾达 也许就此离开 也许与世长辞 这些都是命吧 被送进宫 大多数都是贫苦家里的孩子 不管怎么说 现在的我们是要比他们幸福很多 毕竟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路 自己选择的路 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 如果不是自己选择的 是被迫的 那就尽量让自己活得好些 愿我们都追随属于自己的光亮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